邱医来了,我变美了 大家好,我是邱医师 最近在市面上或电视广告 看到有一种振动机 就是说站在上面振动 你都不用动 好像这样都会达到一些效果 那这种振动机呢 对于减肥是真的有效果吗 这个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邱医师也帮大家找了医学论文 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证医学上的基础 好,在2019年有一个医学期刊 叫做残疾与康复的医学期刊 里面有一篇统合分析的医学论文 它题目叫做全身振动治疗 对于体重过重或者肥胖的健康成年人 减肥或者消除体脂肪的效果 然后呢,它叫做统合分析 好,这篇论文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说 这个振动治疗的确对于减肥是有效的 特别是当你搭配饮食控制跟运动增强的时候 会更明显 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例行减肥 你有少吃,你有多动 这个时候再加上振动治疗 它的确会帮助更有效果 第二个呢,它说 统合分析之后得到的结论是 的确振动治疗可以降低体脂率 而且可以减少体重 在这篇论文当中 然后呢,同时也分析了三大原因 告诉大家为什么全身的振动治疗呢 对于这样子的减脂会有效果 它讲的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当你站上去的时候 你为了维持平衡 你的肌肉收缩的这个频率 还有力度会增加 那么肌肉收缩增加呢 就会帮助你燃烧更多的热量 这个就是表示 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叫做减肥鞋 它呢,就是让你穿上去以后 无法保持平衡 好像随时会摔倒跌倒的感觉 所以你的肌肉会收缩会紧张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它的确是可以让肌肉收缩的更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说在振动减肥剂上面呢 因为这样子的振动呢 你必须为了维持平衡 所以第二个效果就是 你的摄氧量会增加 你氧气吸进来的量会增加 那氧气吸进来的量增加以后 脂肪的燃烧也会增加 那么连带呢 也促进了心血管的健康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因为为了维持平衡的时候呢 你的肾上腺素会分泌 肾上腺素就是我们讲说 燃脂的酵素 那么肾上腺素呢 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 燃烧更多的热量 所以它说振动减肥肌呢 它其实就是利用内分泌的作用 心血管的作用 肌肉骨骼关节的作用 让你能够燃脂 让你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 但是呢 这篇论文当中也提到 在使用振动减肥肌的时候 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到底啊 这个振动减肥肌一次要用多久 用什么样的频率 还有它振动的幅度要多高 现在还没有结论 那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说 不同的厂牌 它的做出来的产品 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第三个呢 就是年纪小于50岁的男性呢 可能效果没有像年纪大的那么的有效 那第四点呢 就是这种机器呢 可能要长期使用呢 才会看到效果 最后 邱医师给大家的结论是 对于久坐的上班族 或者是有肥胖的人呢 的确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振动治疗机 来帮助自己啊 增加一点活动量 帮助一点脂肪的燃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有些人是不适合的 包括什么 包括膝关节不好 脊椎有问题的人 韧带肌肉有拉伤的人 其实要小心使用 可能会让你进一步的受伤 这个要小心 第三点 这个振动治疗机呢 最佳的使用方式呢 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如果大家呢 想要用这个东西来帮助自己减肥 其实不用急于一时 等到所有的医学的文献 科学的资料都齐全之后 再来使用也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自己 虽然没有这个机器 你也可以例行饮食的控制 跟运动的增强 也一样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的 好 以上跟大家分享的讯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加油